小柯的衣服 它就是基本款 有時候再稍微花一點OK 它不跟著流行再走 那東西永遠都可以穿 真的 不要就是盲目的跟著流行 你找適合自己的東西很重要 地點 方式 方向 這些抓到了 你就可以省到這些錢 而且跟那個老闆熟了 他只要一換進他就可以 哇 哇 是不是很便宜對不對 就搭個T恤也OK啊 是不是 很好看對不對 而且都是全新的喔 這件是100塊是不是 小田 你硬塞上去 你待會小摳穿你覺得他怎麼還卡得住呢 不會 一定已經買給我了 他不會有機會穿啊 謝謝湯明哥 等一下 這件多少錢 100而已啊 我會在節目告訴大家 昌明哥不摳到送我兩件衣服100塊 成功 要講一年喔 好的 會 好 我又賣了一件耶 好開心喔 50 50 好不好 100 好的 小田 今天穿到尾喔 當然了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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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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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耶 審錢寶貝果然不讓人心靈 奇怪 來來來 審錢女 聽說你還有審錢其他的屁股對不對 家裡面除了衣服啦 省水省電喔 衛生紙用得很兇怎麼辦 這邊有個家務表 對 那個捐筒式衛生紙 這個是第一 第一便宜 0.037塊 然後那個平板衛生紙的話是0.047 那就是這樣一路下來 那最貴的其實是小包面子 小包面子 小包面子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 其實那個沿路啊 那個路上常常有人發生出來 對 對啊 然後甚至那個信箱也好多 所以其實這個 那就毛起來拿 對 你用買 我剛剛說平板衛生紙是在廁所用 對 廁所用 它並不是最便宜的 為什麼廁所要用平板呢 可是 因為老實說 捲頭是一張小小的 廚房用紙巾啊 因為廚房比較多油煙嘛 對 所以其實還是建議還是用廚房用的 不過呢 那個現在那個紙巾啊 有的甚至可以用水 洗一洗還可以再重複使用 對 所以那個也不要太浪費 廚房紙巾怎麼重複使用 廚房用紙巾 現在有這樣的材料 有是不是 對 不過廚房紙巾 我是建議說可以不要用 用抹布就好 對 而且我這邊還可以跟大家講 因為喔 你買衛生紙喔 其實它跟磅數也有關係 它的價格 所以你在買的時候喔 有的你說特別薄特別厚 好差不好差有沒有 稍微拿起來撐撐看 稍微 有的它磅數不夠 雖然它的髒數一樣 但是它有時候在裡面呢 料比較少一些 你可以這樣比較一下 喔 所以沈先生是每一個地方 都要斤斤計較耶 當然 好啦 那個靜宇 省錢一姐 有沒有聽過其他的 有什麼樣的省錢法的有沒有 我在網路上就找過 就是那個媽媽她煮好 然後宅配送到你家 所以我就跟那個媽媽訂菜 那一個禮拜送四餐 那大概一千一百多 所以一餐不到三百塊 然後差不多三菜一湯 對 我們小家庭來說剛剛好 所以一餐 一道菜大概才七十塊 七十多塊 那個我曾經去參觀過 它那個還可以列出一個月的菜單 對 有 真的 而且我想說 它這個是不是菜喔 都是重複的 沒有 它每天的菜都不重複 冬天還有火鍋 對 然後價格都這麼便宜 那價格咧 都這麼便宜 對 哇 很棒 這是省錢一種PayPal 小Call妳還有其他PayPal嗎 我的PayPal 剛才那個衛生紙的部分 我沒有講到 就是其實大家都是會這樣 一張一張的使用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基本上 我自己在家裡 並不是這樣使用的方式 我會看說 如果說我今天只是要擦個嘴巴 或者是擦個小小的那個區塊的話 我會這樣撕耶 然後只用那一小塊 我只用這一塊 妳剩下還可以再用喔 妳看我撕得很漂亮 我每天在家練習 妳是我的手工藝 真的 真的 我是真的是這樣子 我在家裡面喔 有時候我譬如說指甲縫髒髒有沒有 對 我就稍微撕這樣一腳 對 然後稍微擦一下 然後這一腳拿去丟掉 對 真的 我今天看到傻眼耶 真的 我應該早認識妳 我都被人來罵瘋了 對 我們有時候吐彈嘛 就對折一次對不對 因為感冒 有時候要吐好幾次 吐彈妳還要撕一腳 太髒了 不是不是 對折 才對折可以一張用三次啊 妳有感冒有時候總是會醒鼻涕 等一下 那妳一次妳吐完彈 然後放口袋啊 沒有沒有就是 就折起來放旁邊啊 然後等一下再繼續用啊 因為有時候感冒 妳可能會一次需要使用啊 對 對啊 這不會生啊 這個有點恐怖喔 對啦 來…有更好的是吧 就是妳感冒不是會鼻涕什麼彈 鼻涕往後吸拉倒流 然後噴進去 變成彈 然後就進去 完全不會生氣啦 妳可不可以 不要這一種傷害自己 又要刺瘋 好… 好啦…我講真正的 現在很多 就是網路上宅配 不是就是團購 然後妳可以找很多朋友團購 或很便宜 然後他有時候 妳可能想要這一件衣服 然後他買時送 找十個人買 送的那一件妳就自己留下來 不要讓他們知道 就… 有了 對啊會有人買 本身出奶茶飲料對不對 每次送一件不要讓他們知道 然後那一杯 妳這個為了沈小錢 背情背意的傢伙 真的好大 但是我跟妳講 我真的有朋友也是這樣弄 對啊 那我跟妳講 妳一個月光是這樣省下來的錢 幾乎可以好幾千 對 真的 差很多 靖宇妳有經驗嗎 團購這個妳就了啦 是啊 像最近演藝圈不是掀起結婚潮嗎 對 對不對 什麼駝中康高山峰 什麼湯志忠 很多 郭世倫 好不好過幾天兩位也就隨便要結婚了 希望她是 你知道嗎 我就有個朋友 他想結婚對不對 他就上網站 就是那種婚禮顧問的網站 就到處問說 有沒有也要結婚 那我們跟她揪團一起訂喜餅 這個也可以揪團啊 對 對 比較高價位的 對 比如說我一個人 我最多訂一百盒嘛 可是我揪了十個人 最後一千盒 那本來那些比賽 已經不打折的 結果她後來給她打到好像六折 差很多耶 對啊 因為一千盒耶 你一般人除非說 像昌明啦 你這個知名度比較高 你結婚可能就可能要撒很多 她來不及了 她來不及了 沒有 當時我四處比價 所以看著 可以給我比較好的折扣 你來不及了啦 你知道嗎 這種揪團方式 從喜餅 從婚宴 對不對 然後從蜜月 對 然後拍婚紗 蜜月可以揪團 對啊 然後你生小孩可能 所以可以啊 你可以說十個人 我都去關島 如果剛好十個人 我就組一團啊 就可以去講價錢啊 生小孩可以這樣嗎 生小孩可以啊 生小孩可以揪團 對啊 你要買 比如說新的房子 要買家墊 然後要買家具 然後生小孩要坐月子中心 為什麼不能 十個房間嘛 對 因為大家小孩差不多大就可以啊 那以後如果要走一次 一起約好 這樣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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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喔 那個沒有人要跟你跟團啦 沒有 你自己去揪啦 所以這個模式套在出國 也可以撿便宜 可以啊 可以 我自己的方式是這樣 但那個不能說算揪團 而是說 我們就是幾個跑朋友一塊 然後我們自助 然後我說我寫過宅易經濟嘛 我其實很多的資訊都是網路上來的 比如說全球訂房中心 全球訂票中心 你知道嗎 我曾經有個朋友就是這樣 你知道他飆 不知道怎麼飆的 他就飆50塊美金 結果我的朋友 因為他很愛逛 逛逛逛看到了 當然趕快下飆了 結果他飆錯價 對啊 50塊而已耶 500塊美金才對 一個晚上差美很貴耶 他還是賣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常常上網 像我就是逛逛逛逛逛逛 也是一個知名飯店 對也是個知名飯店 他呢 我們有時候平常 就是跟旅館 跟那個旅行團 都是配好的 就是 一團一團一起吃嘛 對 那我去那個飯店他怎麼樣 早餐 中餐 晚餐全送 對 因為我是上網自己訂的 那我就去訂廉價航空的機票 然後訂那個飯店 對 他從早上包到晚上吃到你爆肝 對 就是你自助完 就是跟幾個家庭 就是 比如說我們今天這樣這一彎 一二三四五 我們這幾個人對不對 我們就組一團啊 可是省錢好像就得要花更多時間耶 對 就是花一點點時間啦 我就值得 你知道今年過年喔 一團六萬耶 今年過年特別貴 那妳殺到多少 我就是自己這樣子自己組 自己 妳組了幾個人 我組了八個人 八個人 我們一個只花三萬多 本來是六萬的團 去到哪裡 去哪裡 去新加坡 那會不會去住出鬼屋啊 沒有 我出環球影城旁邊的 新蓋的飯店 對 因為我是上網 直接跟他訂的 爸 對 因為你知道 現在的網站很多都有中文耶 大家不要以為說 我英文不好 怎麼辦 我沒辦法訂 對不起 現在都有中文 簡體 繁體 很多像香港 新加坡 那當然有的地方它是簡體的 因為現在路客很多嘛 其實很多飯店 為了賺路客的錢 都有簡體中文 你就看得懂啊 對啊 請問一下 我們如果要團購這個好來省 大部分要糾幾個人以上 比較有辦法可以省到錢 我是覺得 這個所謂的 數大便是美啦 應該要個十啦 十個 要個十 至少 然後直接跟那個總公司 有時候直接跟他談 談有技巧嗎 談呢 我是沒有這個經驗 因為我是主要是玩 因為我是帶小朋友 我每年還暑假玩 對 那我就完全是靠網路 那你玩的時候 你怎麼跟旅行社談 你跟他講說 我是上網直接訂啊 我不需要靠旅行社 我就省下那個所謂的 警察的錢啊 警察就是抽你嘛 他跟你講忘記對不對 他幫你服務 可是各位知道嗎 忘記 我忘記過年忘記 但是對於很多其他國家 它叫淡記 所以你直接到那個國家的飯店 或是他的旅行社訂 是便宜的 就比如說日本 他根本沒有過年啊 我假設啦 那你跟他的旅館訂 當然可能比較便宜 那我們旅行社跟你講 忘記好貴 是不是 所以你就盡量找別的國家的淡記 不要就是我們忘記是說我們放假 然後去找淡記的這個 所謂的國家玩 就便宜 省得好又省得妙耶 對啦 又有品質喔 整個生活其實 你說生活品質有降低嗎 還好 有時候它就是一種生活習慣 對 養成了我們很舒服 但是又省到錢 對不對 不然退休金你給我啊 對不對 小老金你給我啊 好自己存喔 好今天也非常謝謝我們所有的來賓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可以省錢支付 好謝謝 拜拜 拜拜